可是球姐 不能叫大狐狸 因為她已經有一個特殊稱號了 是什麼來跟觀眾介紹一下 球力熱巴 對 而且後面變加強版了 安傑莉娜球力 熱巴 非常可愛又親民的這個 現在兩家廳單調是不是 一個一家白皮一家七桶 寶哥九萬 三家都單調 三家都單調 這個是很難得耶 這巫桶打得很沒有信心 七條 修安現在聽的是 一四鳥 修安 真的很像在講英文 對啊 我也覺得名字好 很像在講英文 一四鳥名現在是修安聽得最漂亮 八條 一張就G 什麼一張就G 一張就擊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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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寶你唸快一點 唸標準一點 一張就G是什麼意思 一張就擊中 四家都單調耶 單調 怎麼厲害 這個真的是很保守啊 他們是有說好 這個很難得 對 真的 四家單調 四家要單調 這個還蠻好笑的 這個還蠻好笑的 單調二條 寶哥轉成二五條了 寶哥轉成二五條了 但是很難得 四家都同時有一個單調的狀態 四條 四條 厲害 厲害 少文單調四條 凱虹摸到四條 但凱虹會不會轉出去 他沒轉單調四條 白 三 這個 大家都單調耶 太厲害了吧 這還蠻特別 真的很特別 四家都是單調的狀態 在同時間拼牌的情況下 載入史冊 哪一個 球姐說我們這個要載入史冊 又載入史冊 已經寫進去了 我今天是太史冊 已經寫進去了 沒有錯耶 這一把很精彩 因為這一把 休安在摸到九筒 單調二條之後 寶哥摸二條 打掉九萬 變成廳二五條 也不打了 所以 四家對於這個斷牌 也防守到了 非常精準 對 然後 少文廳四條 下架單調 又摸四條 打出四條 這一把牌也很有趣 大家回去 如果是玩家的話 是玩家 他們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對啊 看他們的單調的 牌有沒有其他選擇 因為單調是最靈活的牌型之一 休安是主動把它轉成單調的 不然他可以定義四條的 沒有,我們來操縱 已經可以盡行